女士さんは友人の家にいる人の恋愛な猫みたいな感じで あ!可愛い!って言って ニャーニャーって来て ゴローみたいな お腹出ちゃったの ぐちゃぐちゃぐちゃみたいな なんかそういうあの かきねのない Hello大家好 我是吃刀猫 如果要说出一个人気高 演技好 现在还活跃在荧幕第一线的日本八五花 大家都会想到哪些演员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林赖瑶 林赖瑶在中国的知名度不算很高 但在日本却是不折不扣的人气顶流 九次获得日金圈地榜第一名 在国民女演员 追求影响力演员等评选上 我们总是能看到她稳定霸榜的身影 而在业务能力上 林赖瑶也有着相当漂亮的成绩 从12月12年 四货日剧学院场最佳女主的她 塑造起角色来 总是翘如其分又不乏力度 比如白夜行李可怜又可恨的十些美人 弹着雪碎 银之光里天真散漫的刚物女于光莹 人意中坚韧大气的小天使菊笑 我的机器人女友李中心又纯粹的机器女孩 当然还有海街日记中沉浸温柔的大姐香甜心 她还有着相当奇妙的性格 有人说她天然呆 在综艺里反映总是慢慢拍 像是没睡醒的小动物 而不是身处名利场的女演员 有人赞叹于她的高情商和体贴 跟她一起工作的人都会变身夸夸档 林赖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国民女神 实力演员 天然呆 高情商 林立的标签并不足以承载一个人的厚度 但可以作为我们了解的入口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林赖瑶 林赖瑶 1985年出生于日本广岛的一户农家 父母为她取名了亡林 全为明星林赖瑶 那是很久之后的事了 而时得了亡林成长在乡间 家里有个小农场 以种植茄子黄瓜等蔬菜为生 她最喜欢的 就是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摸爬滚打 玩得膝盖破皮流血了 才舍得为家 那时候她最爱的电影是斯皮尔伯格的ET 她总是幻想着和电影一样 骑着当车遨游在天际 而实际上她也尝试了 结果就是和小伙伴双双掉进了河里 中学时期 辽王林加入了篮球部和田径队 可能是常年蜂王锻炼出来的好体质 她成为了整个年级里跑步最快的那个人 很久以后拍武打戏 她发达的运动神经也常引来工作人员的惊叹 2000年在一个经典的机缘巧合下 高一的辽王林陪好朋友去参加TSC新兴选拔赛 面对30秒的才艺展示环节 完全没有准备歌舞唱跳的她 突发奇想 来了一个模仿兔子的小表演 结果一举获得了当年的特别奖 顺带一提 这个比赛还是挖掘了不少大明星的 比如林木宝奈美 深田公子 石渊梨美等 就都是由此获得出道机会的 不过当年的意外获奖给辽王林带来的 可不全是惊喜 也有惊吓 父母也反对她小小年纪 就独自上东京去做叙无缥缈的艺人梦 她和家人立下约定 三年为期 不成功就回老家考大学 于是2001年 16岁的两丸林孤生来到了东京 加入事务所 换上了由网友票选出来的艺名林赖瑶 一边继续高中学业 一边开场演艺活动 早期很辛苦也不顺利 眼看着同期的女孩们 渐渐开始有了工作 林赖瑶却频频在试镜中落选 她的焦虑也体现在了 与自己身材的较劲上 面对陌生的竞争环境 十几岁茫然无措的林赖瑶 把减肥当成了她唯一明确的可以努力的方向 减肥初见成效后 林赖瑶接到了一些拍写真的工作 让她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每天穿着比基尼走进摄影棚 那种被注视的感觉令她不自在 她开始怀疑自己来到东京就是为了做这样的工作吗 她也得到了在一些剧集和电影里露面的机会 比如金田一少年事件部三里的医学生二公 我像李西夫沐冲暗恋的田径少女 幸福的丸子里开启故事的女孩剪 这些香边类型的小角色并没有激起太大的雪花 就在跟父母约定好的三年期限快要走到镜头时 转机都然出现了 2004年 19岁的林赖瑶在日剧《在世界中心呼万爱》中出演重症少女广赖雅记 和《三年孝之》饰演的硕太郎之间 一段倾心圈勇的校园恋情打动了无数观众 我喜欢啊 索子 我喜欢啊 红年的电影版则由长则雅美《孙上未来》出演 是当年的日本票房冠军 在《决生情节》还未落俗 制作又极细腻真诚的千禧年初 可以说是爱就是那一代人对于日式纯爱共同的记忆 林赖瑶得到这个角色的过程很有趣 原本已经打算回老家的她读完了小说原著 第一次强烈地有了表演的愿望 以至于在试镜时她紧张得声音发抖 却意外给制作人石王张燕和编剧《三家家子》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折服了三年的林赖瑶 从723人中脱颖而出 迎来了她的第一个机会 而她也拿出了最后一部戏的心态 全情投入到了角色之中 为了更好地还原病人的状态 她剃光了头发 减重7公斤 一遍一遍地传摸雅记的心境 以达到形神兼具 于是我们看到被病魔夺去了活力的雅记 不仅有形态上的憔悴 更有生命意志 见面却不停闪烁的过程 《世爱》在当年创下了平均15.9的不俗收视 《三年孝之》和林赖瑶也分获 当年日剧学院赏的最佳男主和最佳女配 而这部戏的《黄金班底》 制作人石王张燕 编剧《三家家子》 导演《平窗雄一郎》 也成为了林赖瑶日后演艺之路的重要支撑力量 《小瑶》的多部佳作 《白夜行》 《人衣》 《脑神探》 《别让我走》 继母与女儿的蓝调 《天国与地狱》 就都出自同个班底 2006年的《白夜行》 则是我认识林赖瑶的开端 《东野鬼舞》的原著里 是这么描写《躺着雪碎》的 她那双猫一样的眼睛 充满了神秘与冷艳 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微妙的 难以言喻的刺 可以说是隐含了悲劣下流的光 眼神就是雪碎这个角色 是否成立的关键 从泥泞的底层 带着一枪恨意往上走的她 看向这个世界时 笑不达眼底 唇上里要藏着不易察觉的阴毒 林赖瑶的眼眸 正适合诠释这种 射人惊魄的复杂性 不过相比原著的 绝燃和冷酷 林赖瑶版本的雪碎 其实多了很多人味 编剧费了很多笔墨 去描写她和亮丝的心理斗争 补权他们视角里的故事 有人诟病这样的改编 失去了原著 简洁神秘的力量 有人则觉得 多了人性的摇摆 故事的风味才更具有层次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日剧的改编的 林赖瑶与我来说 不仅在外形上 是走出了书本的雪碎 在角色演绎上 更搭起了这个恶女的骨架和血肉 让观众看到了她从何而来 又为何破碎扭曲至此 可恨是必然 但那点可怜也极为动人 小演员福田麻油子的表演 同样令人惊艳 她拿起带血的剪刀石 落泪又笑的这一幕 堪称我心目中的童心演绎巅峰 顺带一提 白夜行电影版中的雪碎 是由枯北珍希饰演的 相比林赖瑶版本的人味 枯北珍希则更还原了书中那种彻骨的冷 结尾雪碎转身的片段尤其精彩 有一种溺血一般不动声色的绝望 施爱和白夜行两部高虎杯佳作 让林赖瑶一炮而红 但她却说 那时候自己的状态并不好 从自由自在的乡村野孩子 到东京的剧主女演员 20岁出头的她 还没有学会把握敞开心扉的分寸 怎么熟练得体的社交 又如何在角色和自己之间自如切换 那段时间 她干脆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很久 2007年 一部明亮轻松的剧集的出现 打破了林赖瑶高耸的心墙 这部作品就是《银之光》 这是一部充满了明朗 夏日气息的爱情清洗剧 幻醒了林赖瑶性格中 本就有的天然可爱的部分 她不刻意用思考去揣摩和出演 而是完全放松切换心绪 扎一个鸡窝头 眯起双眼大口喝啤酒 抱着枕头在地板上滚来滚去 在镜头下 用放慢自己步调的方式成为与公营 也正是这样的状态 才能够让屏幕外的我们 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惬意和治愈 而在剧外 她也开始尝试着打开心扉 无论是撒娇还是给他人起绰号 都是拉近彼此距离的第一步 同学会开玩笑开始 慢慢地让身心轻松起来 不同一株终于生长开了 能够呼吸的花 2008年我们第一次在中国的电影院里 看到林赖瑶 是我的机器人女友 当时我走在路上 被路边的海报吸引着 驻足了许久 才认出来这就是白夜行李 饰演弹者雪碎的那个女孩 这一次她饰演的是为了保护男主 从未来穿越而来的女机器人 在影片里 林赖瑶瑶饰演的 其实有三种状态 毫无情感的机器人 渐渐能感受到人类情感的机器人 以及完全的人类 机器人部分的重点是 肢体的机械感和永远凝固的表情 小瑶的剥剥头造型 实在是她有机械娃娃的味道 有一种怪弹又复古的可爱 而人类部分则有大量的枯戏 对于哭戏的处理 23岁的林赖瑶已经非常有自己的理解 希望为角色交付出的情绪都是真实的 在这样的自我要求下 林赖瑶在结尾的这场告别戏 才有了真切流露的委屈和不舍 而将林赖瑶的国民度推向新高峰的 是仁依和八重之音 2009年播出的九分神剧《仁依》 为我们带来了林赖瑶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之一 菊笑 在这部长现依者人心的厚重历史剧中 武士之女菊笑是一抹明朗的亮色 在女子仍以操持家务 加个好人家为毕生追求的江湖时代 菊笑身上蓬勃的好奇心 跳脱规则的勇气 坚毅果断的个性 温柔细腻的同理心 都深深体现了不被时代所束缚的人性之美 这样一个清泉般的角色 在表演上最要紧的 其实不是技术而是真诚 少将卖弄便会显得降气和虚假 而林赖瑶之所以能将菊笑演绎得深入人心 所凭借的也正是真诚 望向她的双眼 你会不由地相信菊笑这样的女子是真实存在的 就如把门龙马的扮演者那野圣言所说 她总是很容易让人感到她的真心 而2013年的《八重之音》则是林赖瑶首次主演大合剧 饰演默默时代持枪保卫家乡的女装豪杰山门八重 这个历史上的传奇女战士 有健壮的手臂 灵巧的枪法 以及不畏惧任何套弹的决心 这对林赖瑶来说 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为了练出安吉丽娜朱莉一样的手臂线条 她坚持每天做200个俯卧撑 并且使用各类兵器和枪 从形体到神态都磨练出了一股鹦鹉之气 当从剧集开头的一场枪战 我们就能直光地感受到一个崭新面目的林赖瑶 由于这部剧场面宏大 调动复杂 很多戏只能一变过 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压力 面对难解复杂的情绪 林赖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焦虑其实来源于太关注自我 而放松下来的方法就是缩小自我 将重心落回到集体上 这是非常准确而有效的思路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来聊聊林赖瑶 究竟是不是天然呆的问题了 这取决于我们对于天然的定义 在我看来天然并不是脑袋空空 它意味着一个人主事的节奏和逻辑和大众是错开的 有自成体系的内在世界 至于是否能顺应这社会的节奏和期待 反而不太重要 他之所以被说天然 就在于他总会给出符合自己逻辑 却在大家预期之外的反应 不想回答的问题就笑着避过 需要花时间思考的话题 就慢慢思索后才给出回应 别人都在触目最光亮的地方 他却为东看西看 留意到角落里的微尘也很有意思 这种生活在自己节奏里的人 往往给人一种慢慢拍脱线的感觉 但在真正面临困难时 你便会发觉他内里的稳定与扎实 在林赖瑶的反弹里 我便时常看到这样清醒 舒展并不虚视摇摆的灵魂 2008到2013年 可以说是林赖瑶从新生代女演员 逐步走向国民女演员的过程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的机器人女友 人医八重之音几部佳作之外 他还尝试了多种类型的角色 比如女座头士里的盲人剑客 抽刀杀人于无形 浑身引绕着肃杀之气 而一个回眸坚毅之中又有百内生 《脑神探》里则和木村拓哉搭档 饰演科学家的助手 看似天真脱线 实则智商过人 还有完美的舍井蒙之日中 有着神秘过晚的漫画家 2014年后 已经跃身为一线女演员的林赖瑶 自豪没有放缓脚步 基本保持着一年至少一部佳作的节奏 电视剧方面 他凭借今天不上班 太太已经小心侵放 天国与地狱三货日剧学院赏的最佳女主 再加上之前的获奖纪录 成为了日剧学院赏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女演员 这项纪录的男演员保持者是木村拓哉 今天不上班里 林赖瑶饰演的是没有恋爱经验 相貌平平的办公室女郎 青石花笑 这个人设跟林赖瑶的关系 大概就跟平平无奇古天乐一样离谱 我跟话说回来 戴上金丝眼镜 慌张起来 神态有如小仓鼠的小瑶 还是把青石笑花呆萌的一面 演绎得十分可爱 太太请小心侵放里 我们又见到了林赖瑶漂亮的格斗场面 这一次她饰演的是有过特工经验 正义感爆棚的全职太太 在街区女性伙伴们遭遇不公时 重拳出击 而2021年的天国与地狱 是剧拍摄白夜行15年之后 林赖瑶再次饰演令人不寒而栗的恶女 与高桥一生饰演的变态杀人犯 意外交换灵魂之后 女警官成为了外表女性 内力男性的存在 性格特质也由正义直率 变为阴狠独辣 而高桥一生则全然相反 这部剧的亮点就在于 看两位实力派互标演技 除了这三部拿事后的作品之外 我自信更喜欢的 其实是2018年的继母与女儿的蓝调 是的 这又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小瑶 刻板高效 心硬如铁的超级女强人 初看尴尬 再看上头 故事推进的抽丝剥茧 加上林赖瑶在人设基础上 细腻铺成的情感细节 会让我们看到情感的尖兵 用极慢的速度消融的过程 小瑶的喜剧天分 也在这部发挥到了极致 冷面笑将 好笑程度飙升 而电影方面 林赖瑶最为人熟知的角色 要属2015年海界日记中的大姐香甜信 最上常拍家庭戏的 世事愈合导演 这一次将镜头对准了 连仓老屋里共同生活的四姐妹 大姐沉稳温暖 二姐潇洒浪漫 三妹率称单纯 四妹乖巧又细腻 林赖瑶 长泽雅美 夏凡 广赖琳 四位演员的气质 能够与角色贴合得如此好 是连导演本人都未曾预期到的程度 林赖瑶所饰演的大姐 是四姐妹中性格最内敛沉浸的一个 由于年少父母离异 不多地承担起了照顾妹妹的责任 她实大体 守规矩 甚至显得偏执 刻板 但内心又是最为柔软 敏感的 这种苦往肚子里吞 散发着母性光辉的角色 相比个性鲜明的二姐和三妹 其实很难演的蔬菜 而林赖瑶所塑造的大姐 并不琢磨于苦 而是将娟娟柔情分寸恰好的 注入了这个看似古板的角色 不须言语 一个看向妹妹们的眼神 就足够打动人了 事之愈合在聊到选角时 说林赖瑶是一个有着古典美的演员 感觉像是由沉稳可靠的祖母 抚养长大的 虽然她以前饰演的角色 大多个性鲜明外放 好像更适合二姐 但凭她的直觉 林赖瑶就是饰演大姐的最佳人选 不得不感叹导演的眼光独辣 小瑶自己后来也说 香甜性才是最贴近她本人性格的 仁义中的菊笑也类似 反复和这喧闹的世代隔着一点距离 心思纯粹 沉浸温暖 而我也总是在这类角色里 最能感受到林赖瑶身为演员 触及人心的能力 最后既然聊到电影 2018年还有一部轻松温馨的 惊艳在浪漫剧场值得一提 林赖瑶饰演从黑白老电影中 穿越到现代的女主角美雪 设定奇幻 高饱和的招和色调 让我们仿佛顿入了时光机 随处可见胶片时代的电影情怀 片中致敬奥大利赫本的出场 非常惊艳 小瑶演公主 而且还是换八百套美丽衣服的公主 也算是圆了眼粉们的一个心愿了 片子里还有一段男女主 隔着玻璃亲吻的画面 也许是导演有意致敬 让我瞬间梦回了 14年前林赖瑶的成名之作 在世界中心呼万爱 那么回到开头的问题 林赖瑶的魅力究竟来自哪里呢 做完这期节目后 我最深的感受是 她的身上有一种 这个时代罕见的轻盈 这种轻盈 当然不是未经沉重的天真与无知 而是源于强大的 消化痛苦的能力 林赖瑶并非没有遇到挫折 但每一次 她的反应都不是沉浸在情绪里 而是剖析自己解决问题 出道不利 内心焦虑 那就给情绪留一条退路 大不了可以回老家 自我封闭 那就鼓起勇气去与他人互动 再逐步调整分寸 精神压力大 就减少对自己的关注 把焦点放在整个剧组 一起努力的体验上 她很懂得生命里调整的奥义 调整是行动 虽然痛苦在新的生命展开里 缓缓流过 也正因此 林赖瑶才如此好的 保护了自己的天然 毕竟积压的负面情绪 会让人趋向于丢弃自我 向社会寻求认可 而保有天然 是需要强大的内心支撑的 足够轻盈 又不会被随风吹走 这种轻的力量 在我看来 就是林赖瑶 你走得如此扎实的原因 也是她最主要的魅力来源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还不错的话 请不要忘了点赞 投币 转发 让更多人看到这期节目 这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人物漫谈还会持续带来 更多的中日 韩演员和音乐人的小壮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无法受付功维带来 在心上期末 在心转发 越来越不越 越来越多的 有多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